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点 白以为中国话老外都不细了许 现在不管是白银河也还是宋泽 尤其是福王也不会跟您好在家 就在南甲门口开个小买铺 蹭不到半个月都得慌 三年前的时候我去一次喊我 可你旁边面火牛奶了 怎么了 给你那男的别注之后是死整的 你帮我上前面看看呗 我没增楼 不好意思啊 没没没 我给他们拼头做过吧 他们也要吊死了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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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中国英雄外国 你在打架里口白蓝讲话 你在旁边很有可能在一个高同工资学院 报备去回家 要吸附就不败的外国老爷们 我曾经问过一个新加坡的福 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呐 旅游旺金也就四千多元吧 那是什么时候是旺季啊 那就要看你们中国怎么送放价了 我看你们军业怎么送放价了 所以原来已提到中国 不是四大法名就自文明股 而现在中国的四大法名却是淘宝 微信支付宝 现在只要中国人群的肚子 外国的shopping mall 药店 免税店 甚至在飞机上 只要福尔卡的远处来让我自己 上边窜了不过只字 下面快的一块花装品 要结账了 他们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Visa和Mustard Card 而是 Is it be already changed? 我觉得我除了根本就不思古 只字去了当大菜寺 又拱进了地面的去城市 咱咱叔叔交通 上次我的欧洲某法达国家 没赶上火车 一共二十多元买了火车票 改钱要我把手 不是做了自宇宙飞翔 还是好跟我们接呢 进去以后啊 我一定就坐在上边了 突然感觉定片上 有种非非的刺痛感 我就把多点那么一切 十个人就挂过屁壳 全的下边根本就没有一手 我都不带巴想 我就感觉我自己 像坐在一坡大身上 来吧 你来巴巴针啊 来吧 解台香啊 而且咱中国做的 不是火车的叫高铁 不仅干钱不用花钱 而且只有三个字行走 文 文 快 跑个三百公里 简直是轻松价运回 现在啊 只要外国团来中国旅行 肯定有一个箱 就是做中国高铁 印度那边天天给它穷熬 我们要超过你们中国 您先把南无火车站的牛 不切入去再说啊 就算是你在国外遇到的地震 动乱 和传染兵这种突发情话 下一点子没有那心 该吃吃该喝喝那心 当其他国家的人 像大片口御一样 正好二八天的时候 你只要戴上中国护照 三纵五 马上第四件 要不给你弄个直升机 要不给你弄个大人算 以最派的送出 第四件直接出给你一把号座 拜拜 说到这里啊 还有人说 哎呀你说那次成四一那四 我农村不着羊吃不着饭吗 我就送你这句话 而二大一架的水牛啊 你在吃饭话 民以实为天 我们就能保证 全国实在义人口 一个都没有去国外要饭 天天我们不仅能把实在义仗贼 用大米赶贩炫着溜乱 而且能让绝大部分的人 吃饱喝乱 天地加倍 实际上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安游的人说 神赛什么贼不能啊 你以为我在这块给你些小学队 有人释放贴心啊 叙利亚几百万人 就能把全世界搁着个底朝前 我们中国不用说实在义 就你已经出国要饭 我告诉你 地喝不止烈的 所以啊 一个国家的强大 就是让这个国家的人民 在任何地方 任何世界 都能有一种十足的安全感 就像现在 我坐在这里给大家拍视频 只要我付出了劳动 就不是与人际爱恶实不果父 我也不用像叙利亚人民一样 担心炮带会落在自己家里 很多人问我 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强 30年前 没人会问这种事 甚至不少外国人在评价中国时 还会再有那样或这样的傲慢和偏见 你们中国有这样的高楼吗 你们中国修马路了吗 你们中国修马路了吗 能吃上饭了吗 而三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能超过百分之一百 我们成为这世纪的第二大经济 我们从中国制造 逐步走向了中国创造 我们强势外交 我们振升世界 我们很省实修法 反了外国人 你来过中国吗 你了解中国吗 你在中国生活过吗 如果都没有 你哪来的发言权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谁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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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中国